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尽可能百分之百需要反复背的 之前跟一个人在交流 我说今年你考过了 跟去年没考过 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 因为在讲课的过程中 跟大家说了一点 我说怎么能解决说我老记不住的问题 说什么东西如果你记不住 就把它拍成照片 总结成一篇小的纸 你不会的地方 全写在一张纸上 这张纸拿在手里边 坐公交车 上班下班的路上 早上起来之后 看一眼去洗脸 这个东西你马上 没有几次就完全能背住 背住之后纸放一边了就 你记住一点 不要纸着说老师全给你总结了 因为老师总结的东西 是所有东西都要总结 而你自己总结的东西 是用来碎片性的时间 再逐渐填充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块内容中 我们讲课的过程中 会告诉你说什么东西你需要背 什么东西是考试 经常性考的一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我们说逐渐的慢慢你把所有的东西背完了以后 我希望你做一部分题 做一部分题的过程中 虽然今天讲课的过程中 所有的牙的特点我们都会往后讲 都会往后讲 往后讲的过程中 你就会知道一点 最起码的我们说 所有牙的形态你都应该知道 只是说在第一层级中 我们不做要求 我只要求你把特征性的东西记住 一些共性性的东西能记住就足够了 而逐渐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慢慢的逐渐你在往后推 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逐渐你往后推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好东西 有60%基础的时候涨到70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从30涨到70 那根本就没细 而这个60%我们说考试的时候 它代表了80%到90之间的题 很少有这种超过去 我们说超这个40%的内容 我们说60%内容记住剩下40%的内容的时候 只考什么样 10%到20% 所以我们现在抓的就是60% 大家不用过分性担心说 你看你说那么少重重点 我都背下了之后考试一定就全会吗 不一定 我们只是说学习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把我说的重点先背下来 第二个阶段逐渐在往后延伸 比如中切长什么样 侧切长什么样 上三长什么样 上四长什么样 上五长什么样 逐渐在慢慢往后延伸 这是一个延伸的过程中 而我们开始讲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大家什么样 叫做普遍讲完了以后 重点性的突破 这是它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横牙的外形和临床解剖 我们现在开始先讲的是横牙 横牙中我们说主要讲的包括这几个牙 第一个就上和中切 上尖牙 上和第一前摩牙 和第一摩牙 以及下和的第一摩牙 我们注意我们找的是什么呀 找的是将来说有特殊性特点的几个牙来讲 我们看有几个特殊性的总结 这四个总结是要求大家必须要背起来的 有人说这四个总结什么意思呀 我们带着大家一块看一看 因为我们最起码作为口腔学生来说 别的什么肌肉神经我们可能不会 牙我们是最熟悉的 最起码临床上我们都看 如果对牙的形态 你脑子里都没有印象 说尖牙长什么样 你还自己照着镜子 那你绝对不是血口腔的 我们看看第一个 所有牙的纯颊侧的外形高点 都位于颈三分之一 除了一个特殊的牙 就是上和的三位于颈中三分之一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上四的 纯侧的外形高点在哪啊 颈三分之一 这句话就告诉你 所有的牙都是位于颈三分之一 只有一个特例 就是上三位于颈中三分之一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特点 第二个他说所有前牙的舌侧外形高点 位于颈三分之一 所有后牙的舌侧外形高点 位于中三分之一 至此为止 我们说所有牙的纯舌侧外形高点 都是讲完了 这两句话你背去以后 以后所有的问外形高点的题 你能错吗 你告诉我 你永远也不会错 所以有的人说 哎呀我都不停的背 上中切什么呀 上侧切什么呀 上个尖牙什么呀 不用这么着 我们总结性的东西 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呀 是便利 因为你单个记的话 记来继续就记混了 有时候你发现 哎他跟他一样 他跟他一样 你再总结 时间很长 所以我告诉你之后 你就按我这个背 就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看所有的牙尖都偏近中 除了上和四的牙尖 这是一个反复考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定性一点 他说不管上六 牙尖偏远中 这个对吗 不对 我们说所有牙尖都偏什么呀 都偏近中 这是一个特征性的特点 后边所有的牙根都偏什么呀 偏远中 所有的牙根都偏远中 这就是说临床中 我们拔牙过程 为什么从近中牙开始挺 近中牙开始挺的时候 偏远中的时候 它容易折吗 不容易折 顺着这个挺子的方向 直接牙根怎么样 就出来了 很明显一点 我们画一个牙 我们说这是一个牙 我们从近中牙这块挺 挺的过程中 直接它怎么样 牙根这个弧度 顺着这个弧度怎么样 就直接出来了 就直接出来了 所以它所有的牙根是偏什么呀 是偏远中的 这四条是要求大家必须背住的 它解决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牙尖的问题 一个牙根的问题 还有什么呀 外形高点的问题 这几条大家尽可能性的 把它都背起来 都背起来 有人说 我不愿意总结 但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所有东西拍照片 因为我们手机现在很发达 我正常把所有的东西 拍完照片之后 我走到路上就能翻一翻 翻完之后 到时候会了之后再删了它 所以碎片性的时间的记忆 比你单纯性的 说坐着我背俩中头 这个 说能背下来吗 能背下来 浪费时间了 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尽可能性是印象性的回顾 而不是这种死机硬背的东西 死机硬背实在背不住的时候 就一定要想到一个 碎片性时间的一个概念 我们开始看上和中切牙 我们说一般的切牙 一共分为四个 包括上和四 上和四个 下和四个 一共八颗切牙 在八颗切牙中 我们说上和中切牙 它是体积最大的 有人说这个会烤吗 有人说这个不会烤 因为这个会烤的话 这个太简单了 确实简单 因为正常你照一照镜子 一看确实中切牙最大 有人说不是 那你就是有问题 我们说只有中切牙是最大的 常规情况下 我们说中切牙 它是一对二的 我们说全口牙中 有两颗牙不是一对二 是一对一的 一个是下和什么 中切 下和中切完全咬的上和什么 中切上和 再一个什么 上和第三摩牙 上和第三摩牙 完全咬的下和什么 第三摩牙 它们都是一对一的 而其他的牙都是什么 叫一对二 这个大家稍微有个印象 我们提这 稍微看到这 我们稍微一提 大家有个印象就行了 我们看唇面 唇面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上和中切 有个特征性的特点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正常一烤牙的时候 正常的中切牙怎么的 是平的 中切牙为什么平的 因为它近中圆是什么 脚直 脚直的概念就是 这是直的 既是直的 远中略什么 略突 近中直脚 远中什么 圆顿 远中圆顿 我们注意上和牙是什么 弧形 成这种弧形 弧形前端是什么 平的 而后边的远中 出现弧形 圆顿的时候 我们主要目的是什么 形成什么 一个弧度 所以近中是直的 远中是什么 就是成弧形 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什么东西 这个弧形 你正常一看一个人 近中面都是什么 直的 两颗中切牙是什么 很齐 很平 平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近中是什么 是直角 远中什么 是比较圆顿的 远中是比较圆顿的 我们注意点 在切圆的三分之一处 可见两条这种线形的发育钩 就刚才我们说的什么 七圆结结 七圆结结之后 我们说发一钩 叫发一钩 发一钩之后 分成几个圈结结 三个圈结结 外形高点 还用背吗 告诉我 不用背 位于什么 颈三分之一 只有一个 不位于颈三分之一 的是谁 上三的位置 上三的位置 我们看第二个舌面 从舌面上看 外形与纯面什么 相似 但是它比较比舌面 纯面怎么样 要小一点 中央有凹陷 称为叫什么 舌窝 从四周又凸起的这种挤 我们说所有的正常情况下 它舌面这中间是屋 四周就是什么 边缘挤 靠近中叫近中边缘挤 靠远中叫远中边缘挤 靠前面切圆的这种 叫什么 叫切挤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外形高点 在什么三分之一 颈三分之一 是现在背 那么告诉我 不是 因为我们前面那块 总结的东西背下之后 这里面没什么可背的 你只知道一点 切圆有几个结结 三个结结 几条发一钩 两条发一钩 这就足够了 我们看第三个近中面 和远中面的问题 近中面 往往一般我们说什么呀 四三角形 四三角形 往往常规情况下 我们不管是近中和远中 因为它都是切芽范围之内的 近中是与什么呀 中切相对 所以人家说 正常情况下 唯一一个近中面 和近中面相对的芽是谁呀 扇和中切 因为扇和中切 是近中和近中面相对 其他的芽都是什么呀 近中面肯定跟 其他的芽什么呀 远中面相对 这个有人不理解吗 没人 因为我们说 两个中切之间 都是什么面相对 近中面相对 其他都是近中面对谁呀 比如说二的近中面 这对一的什么呀 远中面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外形高点 之后我们说完了 之后我们看一下近中面 近中 近远中面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说 正常的芽工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弧度 有一个弧度 我们说这是中切 中切 这就要侧切 侧切 往往一般我们注意点 它的接触区这块什么呀 这块叫什么呀 我们叫接触区的切三分之一 靠近切脚 靠近切脚的概念是什么呀 两个人是平的 因为中切之间没有明显的弧度 它俩是比较平的 而我们看看远中面 远中面这个面的时候 二要产生一定的弯曲 因为它要形成弧度 形成弧度 它说靠近切三分之一 要离切脚怎么的 远一点 离切脚远 就从而产生了什么呀 产生了弧度 这就是它的特点 所以你记住 近中面是离切脚近 远中面离切脚远了 离切脚远了 目的是要干嘛呀 要产生弧度 不用问 在讲侧切的时候 就是近中院离切脚什么呀 近远中院离切脚怎么样 更远 更远的目的 就是再次形成什么呀 弧度 我们说形成弧度的 大体的方向 就是离切脚怎么样 远 近中是远一点 远中什么呀 更远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切脊 切脊没有什么特殊的 切脊考试 只有一道A1形的题 我们说常规画一个牙的切脊 比如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切牙 切牙这是一个切脊 牙体长轴 往往一般的我们说 这是画一个牙体长轴 牙体长轴一般切脊 位于正常牙体长轴什么呀 存测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你就记住一点 上前的目的是上 衬托什么呀 嘴唇往前 衬托嘴唇往前的时候 所以它的切圆 肯定是位于什么呀 位于什么呀 嘴唇的唇侧 唇侧 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如果它位于舌侧的话 我们嘴唇就塌了 所以塌位于牙体长轴的什么呀 唇侧 就这么记 就好使 这是考试考误的A1形的题 这个大家必须要记住 必须要记住 但是这个A1形题 它不是这么考的 如下说法错误的事 我们最怕的题就是如下说法错误的事 我们看第六个牙根 牙根比较粗壮 我们注意点 它的牙根的形态成什么呀 圆三角形 这个你画一个圈就行了 往往一般的单根比较多 在拔的过程中 我们说上和中期牙可以使什么呀 扭转力 有人说 哎呀 圆三角形会不会舌呀 它叫什么三角形 叫圆三角形 圆三角形能舌吗 舌不了 所以它能用扭转力 往往牙根根尖偏向什么呀 偏远中 用背吗 告诉我 不用背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所有的牙的根尖都偏什么呀 都偏远方 偏远方 根长脚灌长 稍长 也有这种稍短的 所以它没有意义 往往有的时候 我们说灌根比甚至达到什么呀 就一比一 可以达到 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我们看完上和中期牙之后 我们只讲了几个特点 我们讲了几个特点之后 大家注意一点 一个是唇面 唇面我们会看到什么呀 三个切丸什么呀 结结 两个发一勾 第二个我们说 外形高点在颈三分之一 舌侧也在什么呀 颈三分之一 舌侧有一个大的什么呀 舌窝 而从正常的连接面上来说 我们说 近中跟切脚近 远中远离什么呀 切脚 牙根往往什么形状呢 圆三角就行了 这是它的所有特点 我们注意点 在学完一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回顾 就是正常我学完切牙之后 我会想想 我刚才学了点什么切牙 这是你需要做的东西 不要一阵的快马加鞭 我看完 看完 因为你看完 没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白浪费你的时间 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方向 我们看第二个上和尖牙 上和尖牙往往是 口内牙齿中最长的一颗牙 它往往什么呀 也是存留时间是比较长的 存留时间比较长 它的罐根比 唇舌镜 比气压什么呀 要大 比气压要大 我们首先看一看唇面 从唇面关的时候 我们说上和尖牙多数成什么呀 这种五边形 五边形 这是一个上和尖牙的一个特点 上和尖牙的特点 我们现在问你 我说上和尖牙牙尖什么中 肯定偏近中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只有谁偏远中 上和第一前摩牙的 什么叫 甲甲 甲甲偏远中 其余的都偏什么呀 都偏近中 我们看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五边形的一个形态 往往这种为膜的这种尖牙 近中边及牙尖顶的胶角成这种直角 我们注意点 这是讲的第二个直角 刚才讲了一个什么直角 中期牙的近中是直角 第二个我们讲的直角就是正常的尖牙这块 也成什么呀 也成直角 也成直角 后面我们看唇轴脊明显 由尖牙的顶端延伸至颈三分之一处 将唇面分为两个斜面 而正常的唇轴脊两侧各有一条发一钩 外形高点在中三分之一 它颈三分之一交界处 这是刚才我们说唯一讲的特例 所以反过头来我们注意点 正常的唇轴脊有什么感觉 这是唇轴脊 有一条脊 脊两侧有两条什么呀 发一钩 有两条发一钩 两条发一钩 我们就说唇面有几个生长小叶 三个还仍然是三个生长小叶 一个长牙尖的 一个长什么呀 两个斜面的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就会有两个平面 靠谁来区分啊 叫什么呀 唇轴脊 唇轴脊来把它分为什么呀 近远中两个斜面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特点 再往后边我们看蛇面观 蛇面观叫唇面什么呀 要小 叫蛇面小的时候 唇面有唇轴脊 蛇面有什么呀 有蛇轴脊 很明显一点 我们说牙尖偏近中的时候 牙尖偏近中偏向哪一侧 你想象一下 如果偏近中偏向哪一侧 哪边的窝是大还是小啊 哪边窝大还是小的 偏哪边哪边的窝肯定怎么样 要小一点 因为牙尖已经偏向你这边 你这边地方就怎么样 就会小 所以近中窝什么呀 叫远中窝会小 我们大概看一看 往往叫唇面较小 远中边几比近中边几什么呀 短而凸 颈圆较小 远中正常的牙尖几比近中牙尖几对长 蛇龙突明显 蛇肘脊明显 将蛇窝分为什么呀 近中窝和远中窝 很明显的我们刚才说近中窝大 远中窝大 远中窝大 因为牙尖偏什么呀 偏近中 什么边几这块 我们注意点 谁长谁不长的 我们注意点 远中的比近中长 什么概念 我们说如果远中比近中长的话 牙尖就偏向什么中 偏向近中 这是一个核心性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用特殊性的背 人家问你近中长还是远中长 你想牙尖偏近中 偏近中肯定是什么呀 远中会长一点 因为远中长了之后 才能往近中什么呀 往近中偏 我们看第三个林面 林面的时候我们注意点 往往一般的近中接触区 靠近什么呀 切脚 远中接触区是什么呀 离切脚稍远 有人说为什么呀 别再问我为什么 刚才我们反复性的讲的是什么呀 形成了弧度 形成了弧度 近中离切脚近 远中肯定是什么呀 远离切脚 它为了什么呀 往里边收 所以远中肯定远离切脚 这有人说那跟中切一样 跟中切一模一样 他们目的都是为了形成什么东西 都是为了形成什么呀 弧度 都是为了形成弧度 我们看第四个牙尖 牙尖我们刚才说有几个 几和几个正常的斜面构成 有四个几 四个斜面构成 因为唇侧两个 一个几 舌侧一个几 再加什么 近中边移极 远中边移极 所以它有四个几 四个斜面构成 包括正常我们说 唇咒几 舌咒几 近中边移极和远中边移极 还有汇合成的这种牙尖顶 汇合成牙尖 近中牙尖顶短 远中牙尖怎么长 有人说为什么长短 因为远中长近中短 就会往哪边偏啊 牙尖 往近中偏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牙尖偏近中 从牙根上来说 我们说它又长又粗壮 又长又粗壮 往往近颈部的这种断面 是圆三角形 所以人家说正常的 尖牙的牙根也成什么呀 圆三角形 根尖略像什么呀 远中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它的牙根相对来说比较长 所以拔的时候比较难拔 一般它是跟长 是贯长的什么呀 达到两倍达到两倍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整个总结起来 我们说切牙和尖牙相比来说 我们说切牙跟尖牙 切牙主要讲的是切语玩这块内容 而正常的尖牙这块 我们说正常按照我们四条理解了以后 一些特殊性的特例 无非是什么呀 牙尖偏近中 我们讲了 牙根偏远中 我们讲了 而特殊的 我们说它特殊性的点在什么呀 它由四个编辑 还有四个面共同构成了一个什么呀 牙尖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特点 所以大家注意点 一定要在学往之后有一个什么呀 反复的过程 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我们看第三个 上和第一前膜牙 上和第一前膜牙 我们又称为叫双前膜牙 它是前膜牙中体积最大的 我们前膜牙一共也是八颗 八颗中最大的什么呀 上和第一前膜牙 最小的什么呀 下和第一前膜牙 这两个最大最小 有的人说这么简单的题 往往什么呀 是因为你会 所以它觉得简单 而如果你不会的情况下 你必须要把它记住 最大的上和第一前膜牙 最小的什么呀 下和第一前膜牙 往往它是整个牙罐中 成这种立方形 成这种立方形 它与尖牙的唇面相似 因为尖牙的唇面 刚才我们说几边形 也是五边形 但是叫小 夹尖偏远中 这是一个考试反复考的 我们说正常的上四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夹尖偏远中 再有后面我们讲的 正常的河面有一条什么呀 近中 近中沟 近中沟通过谁呀 近中边形极 它有近中沟 这是它两个核心性特点 我们看正常的夹肘脊 可发现有一条发育沟 外形高点在夹侧的井挤处 夹侧井挤处 这个没什么太特殊的 我们看正常的舌面 小于这种夹面 成这种卵圆形 卵圆形 我们说正常的夹面 多数成什么呀 这种五边形 而舌面成什么呀 这种卵圆形 光滑而圆突 舌尖角什么呀 夹尖短小 往往偏近中 外形高点在什么呀 中三分立 有人说外形高点用背吗 根本不用背 因为前面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我们看临面关 临面关一般它成什么呀 四边形 颈部相对来说比较宽 往往近中的 脊比较凹陷 有近中沟 我们注意特殊性的一点 就是它的两个核心性点 一个是夹尖偏远中 一个是什么呀 有近中沟 所以考试们你说夹尖偏远中的是谁 上四 有一条近中沟通过的是谁 通过近中编辑的是谁 也是上四 它往远中面 角突 颈部平坦 近远中的接触区均靠近 核圆偏夹侧 靠近核圆偏夹侧 这个接触区这个位置 大家稍微有个印象 就是核圆偏夹侧 我们说杭规穷下 前崖区靠什么呀 切圆切三分之一的位置 靠上一点 切三分之一的位置 而正常的后压区逐渐到什么呀 核业偏夹侧 过了前摩崖之后 到摩崖区什么呀 核业中央了就 到核业中央了啊 我们看核面 核面情况下 我们从这一看的时候 这是一个夹尖 这是一个舌尖 夹尖一般我们偏什么呀 偏远中 其他都偏什么呀 偏近中 它核面观一看 外似像什么呀 像六边形 这是一个六边形 包括夹尖 舌尖 近中边及 远中边及 包括这个 这叫六边形 我们说常规情况下 夹尖肯定宽于什么呀 舌尖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夹侧宽 舌尖怎么样 会短一点 舌尖会短一点 中央凹陷成窝 成为这种中央窝 中央凹陷成窝 成为这种中央窝 正常的窝底 有这种近远中 走向的一条中央沟 止于近远中的一个中央点系 近远中中央点系 我们说中间这有一个这 这边有一个近中沟 有一个近中沟 有一个远中沟 这是它的特点 再分为这种近远中沟 近中沟往往突破什么呀 近中边缘几 从而形成一种特殊性的什么呀 我们叫近中沟 突破边缘几的一个问题 突破边缘几的一个问题 所以整个考试的过程中 我们上和第一前梦牙 你就记住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夹尖偏什么呀 偏远中 第二个特点 有一条近中沟突破什么呀 近中边缘几 近中边缘几 这就是它两个特殊性的特点 反过头来我们说 纯侧往往是什么呀 以五边形为主 而舌侧什么呀 我们说舌侧 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呀 成这种软元性 这是它两个特殊性的特点 我们看第五个 从牙根上来说 上四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它多数情况下 两个根 也可以是一个根 多这种牙根中部 根间三分之处 分为这种夹尖两个根 所以它两个根的会比较多 夹根较长 舌根较短 根间偏什么呀 偏远中 这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注意点 在井沟下方的根根差数 有凹槽 远中凹槽 脚近中凹槽什么呀 深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了解性的东西 你只是远中凹槽深一点 这就可以了 不用被特殊性的东西 这个大方向知道就行了 正常的上四 你只需要知道两点 第一个什么呀 夹尖偏远中 第二点你需要知道什么呀 有一条近中沟突破了什么呀 近中边缘机 其他的东西 我们了解即可 而正常的近远中的接触区 刚才我们都说是 位于什么呀 位于孝静河面偏什么呀 偏假侧 因为它要往里边转着 所以它要偏假侧一点 我们看第四个 上和第一磨牙 上和第一磨牙一般是六岁左右开始萌出 六岁左右开始萌出 最先萌出什么呀 下六 逐渐开始找什么呀 上六 往往它称为叫六零尺 是上和牙体中最大的一颗 上六是体积最大 所以考试有一种特殊性的体型 它说正常的横牙 横磨牙 由六向八 越来越小 这话对不对 对 它说正常所有的牙 都是从前到后越来越小 这个对吗 不对 因为乳牙可不一样 乳牙的乳四肯定小于乳五 而横牙不一样 六大于七大于八 个头上来说 我们看从夹面观 夹面观成梯形 夹面观成梯形 这是一个夹面观 成这种梯形 往往肯定是和缘这块宽 颈部怎么的 会稍微窄一点 它成这种梯形 往往和缘长于什么呀 颈缘 有两个正常的夹尖 近中夹尖略宽于什么呀 远中夹尖 两个夹尖之间的夹钩通过 河面未形成点细 往往注意点 外形高点用背吗 不用背 所以你记住一点 正常的上六的特点是什么呀 这种倒梯形 这种倒梯形 倒梯形 它的特点就是倒梯形 这有一条什么呀 夹钩出来 有一条夹钩出来 这是夹侧的两个尖 有人说夹尖偏什么中啊 夹尖肯定偏近中 因为我们所有的尖都偏什么呀 都偏近中 我们第二个看看舌侧 舌侧大小啊 什么呀 与夹侧相近 但是稍微小一点 我们说夹侧都比舌侧小一点 因为什么呀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形成这么一个弧形的话 形成弧形的话 肯定是外径要比内径怎么的 要大 什么叫外径啊 就是跟跑步操场的圈儿是一样 它是外圈儿的 这是夹面 里边圈儿叫什么呀 舌面 所以外边圈儿肯定比里边圈儿怎么的 个头要大 这样的话 它才能形成一个弧形的 这样明白了吧 里边肯定比外边怎么的 要小一点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 就可以了啊 我们看 它有两个舌尖 刚才说两个夹尖 两个舌尖 所以上来有几个尖啊 有四个尖 在近中舌尖的 与远中舌尖 我们说近中舌尖宽于远中舌尖 近中舌尖就所谓 我们说近中舌 它是最大的 在远中钩 有两个 舌尖之间 延续到舌面的二分之一处 近中舌尖的舌尖 可见第五牙尖 我们注意点 第五牙尖是考试 反复性考的一个东西 所以考试问你说 有第五牙尖的是谁啊 上六 但是它不叫五个牙尖 它叫第五牙尖 什么概念 我们自己咬一下说 正常上六的 上六 它的第五牙尖 位于近中舌 近中舌 我们说能咬住的地方 是近中舌尖还是恶侧 舌侧还是恶侧 甲侧还是恶侧 我们能咬的是 上六的哪一侧 上六的什么呀 夹侧 近中舌的夹侧 所以它说 正常情况下 它位于近中舌 舌尖的什么呀 舌侧 就咬不到的地方 如果能咬到这个尖 就咬劈了 所以考试人 你问你说 第五牙尖位于什么地方 近中舌尖的什么呀 舌侧 你要是说我背不下来 你就自己咬一下试试 你咬的位置是什么位置 咬的位置就是 常规情况下 我们一咬 什么地方 第五牙尖的什么呀 夹侧 而舌侧咬到吗 咬不到 咬不到是谁的位置 第五牙尖的位置 我们再接着看临面 临面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成什么呀 四边形 四边形 这是一个夹面关 这是一个舌面关 舌面关我们看 正常这是远中 远中 这是近中 近中这块 在近中舌尖的舌侧 它有个什么呀 第五牙尖的问题 我们看正常情况下 临面 临面是四边形 正常的夹舌尖的厚度 大于什么呀 合景境 夹舌大于合景 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 夹舌的往往一般 大于合景 它往往一般 我们叫什么呀 斜方形的 外形高点在 三分之一处 在三分之一处 一般我们说 它在临面 一般在合三分之一的地区 合三分之一地区 近中 接触区靠近 和缘 偏甲侧 远中 不如近中规则 稍小 远中接触区 靠近什么呀 中三分之一 所以你记住一点 到六的远中 这块六七之间的接触区 反而到了什么三分之一呀 到了我们说的中三分之一 其余的 六的近中 倒往前 推前梦牙的时候 都是什么呀 偏什么呀 靠近接触区 偏什么呀 偏甲侧 靠近合缘 偏甲侧 这是它形成弧度 我们弧度最后终结 终结于什么呀 六七之间 六七人就很正了 他不需要弧度 他不需要弧度 整个来说这块 他们是需要弧度的 他们是需要弧度的 我们重点看看 它的一个合面观 合面观是考试这一年 反复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注意第一个 它成的什么呀 叫斜方形 斜方形 它说近中的合缴 与远中合缴为锐缴 近中合缴和远中合缴 我们说 这是近中夹 这是远中夹 这是近中蛇 远中蛇 近中是锐缴 远中 这个是锐缴 而他们说这两个是什么呀 是顿角 所以说远中蛇和近中夹 他们是锐缴 另外两个是什么呀 就是顿角 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呀 斜方形 叫斜方形 往往有四个牙尖 包括这种近中夹尖 远中夹尖 近中蛇尖和远中蛇尖 刚才我们说 从蛇尖上来说 谁很大呀 近中蛇尖很大 近中蛇尖很大 舌侧的牙尖是比较锐利的 而舌侧特殊的 舌尖比较顿 舌尖比较顿 近中的夹尖 越大于远中夹尖 而近中蛇尖是什么呀 最大的 这是考试你需要记住的 因为你说正常的上六中 几个牙尖 四个 谁是最大的呀 近中什么呀 蛇 近中蛇是最大的 近中蛇最大的时候 我们说上面还有一个 第五牙尖位于近中蛇的什么呀 蛇侧 近中蛇的蛇侧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这是上和牡牙的主要功能尖 往往一种远中蛇 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近中蛇尖最大 这个大家需要知道 而正常河面上我们说 它的中央凹陷的地方 我们就称为叫窝 中央凹陷的地方 我们称为叫窝 往往一般的远中三角级 和近中三角级 在河面的中央相连 形成了一个斜戟 斜戟的构成是考试中 反复考的一道题 它什么概念 我们说正常的 近中蛇尖 远中夹尖 他们俩所形成的怎么样 三角级 远中夹尖三角级 近中蛇尖三角级 他们俩三角级相连 形成的这个结构 就叫什么字结构 叫斜戟的结构 斜戟首先你知道 第一个概念说 正常的上六有斜戟 这是特征性特点 斜戟由谁构成 远中夹三角级 近中蛇三角级 他们两个共同构成的 就是什么呀 所谓的斜戟 正常的斜戟由 将正常的分为什么呀 近中蛇什么呀 和远中蛇 近中蛇和远中蛇 近中蛇往往什么呀 会比较大一点 近中蛇会比较大一点 而远中蛇什么呀 比较小 比较小啊 我们看有三条发育沟 这发育沟也是每年考试 频率比较高的一个 所以上六的特点 第一个我们说 正常情况下 你画的时候 这是一个夹侧 舌侧 舌侧你就得画这么大 这就是一个什么呀 上六的特点 上六看近中夹 远中 远中蛇 都是锐脚 这两个什么呀 顿脚 这个舌尖怎么着 比较大 舌尖偏舌次 还有什么呀 第五牙尖 再往后一推的时候 我们说 它有个特殊的中央窝 在什么呀 在近中 在近中 近中就分为两个钩 一个叫夹钩 偏向夹侧叫夹钩 偏向近中叫什么呀 近中钩 而远中我们说 由于它这个钩太小了 我们管它 没有说说 蛇钩远中钩 所以一共它就三条发育钩 以后你永远在画六的时候 就是夹侧这么画 蛇侧这么画 我们这是一个近中窝 远中窝 近中窝包括一个夹钩 近中钩 而远中就叫什么呀 远中蛇 叫远中蛇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特点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特点 所以三条发育钩 实在要求大家尽可能知道 而这种题相对来说 我们说 所有牙的特点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尽可能的画一画 能够把所有的特征性的特点 画在这上面就可以了 因为很明显的 这就是什么呀 斜挤嘛 包括近中蛇的三条挤 远中夹的三条挤 共同构成了什么呀 就是斜挤 我们看远中蛇钩一端 到远中边缘挤上 另一端到什么呀 两个蛇尖之间边缘挤上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从牙根上来说 我们一般上六的形容下 多数几个根 上六多数什么呀 三个根 两个夹根 一个什么呀 恶根 恶根 有的叫舌根 有的叫恶根 但临床中多数我们听说 叫什么呀 叫恶根 因为上和都叫恶根 下和靠舌的人叫什么呀 舌侧的 而上和都叫恶侧 所以它包括近中夹 远中夹 还有什么呀 舌根 或者叫恶根 两个夹侧分叉度 往往较小 正常夹根的和舌根的分叉度比较大 往往远中夹根 较小 舌根比较大 这个了解就行了 而考试的过程中我们说有一个特殊性的特例 你在这个图上画一个箭头 你写上 它的牙根是最圆的 写一个字叫圆 所以考试的过程中 它说牙根圆 面临着以后的根管 怎么的呀 就圆 所以人家说所有的牙中 根管口最圆的一个牙是谁呀 就是它 上六的恶根 是根管口中最圆的一个 这个大家需要特殊性的有个印象 说上六的根管口中最圆的是谁呀 恶根 恶根是最圆的 这是上六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下颗第一膜牙和上颗第一膜牙一样 它也是六零尺 现在开始对比性的了 它是下颗牙中体积最大的 我们上颗体积中最大的上六 下颗体积最大的什么呀 是下六 上六刚才我们说最早的时候说成什么呀 叫斜方形 而下六我们说一般成了什么什么呀 这种正方形 不是长方形的这种特别 我们看很明显夹面仍然成什么呀 这种梯形 前面成梯形的时候跟它是一样的 仍然是成梯形 成梯形 仍然是和面要大于什么呀 颈面 因为颈部有什么呀 颜与乳头的存在 颜与乳头的存在啊 往往近远中颈大于什么呀 和颈颈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说所谓的近远中颈大于和颈颈的什么概念 这就是近远中颈 这就是和颈颈 证明这个牙怎么样 长 它是长方形的牙 或者我们改名叫什么呀 长方体的牙 长方体的牙 近远中就大于什么呀 和颈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我们反过头来来看 正常的和颈大于颈颈 因为正常的颈颈 这个人要有什么东西啊 颜与乳头存在 有颜与乳头存在的时候 我们说它就会稍微怎么样 小一点 近中几脚持 远中什么呀 这种圆秃一点 和颈可见三个牙尖 我们注意一点 所有的牙中 有五个牙尖的人是谁 下6 有人说不对呀 刚才你讲了有第五牙尖 第五牙尖是牙尖吗 不是 它是四个牙尖上6 上6四个牙尖有第五牙尖 而不叫五个牙尖 而下6是什么呀 五个牙尖 它有三个牙尖 近中夹尖 远中夹尖 还有什么呀 远中夹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特点 我们看看这个图 这个是近中夹尖 远中夹尖 这个最小的叫什么呀 远中夹 所以人家说下6中牙尖最小的叫什么名 远中夹 叫远中夹 这个大家必须要有印象 我们反过头来来看 常规情况下 它夹侧是三个牙尖 有这种夹沟和远夹 远中夹沟 所以人家说夹面画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画的时候都这么画 这是夹沟 这叫远中夹沟 远中夹沟 而这叫近中夹 远中夹 这叫什么呀 远中夹 包括这几个特殊性的东西 我们注意 学夹体解剖的时候 最起码自己要能画一个草图 我们说不用画那么像 画一个差不多 大概试探的就行了 而夹沟的末端形成了点细 外形高点的井三 用背吗 不用背 舌面也成这种梯形 小于夹面 稍微圆突一点 稍微圆突一点 往往合缘可见 近中舌尖和远中舌尖 所以舌侧有几个尖 两个尖 所以我们画起来之后 夹侧都画成这样 而舌侧就画成什么呀 画成这样 夹侧是什么呀 三个牙尖两条发一钩 一个是近中夹 一个是什么呀 我们叫什么呀 远中夹钩 远中夹钩 而特殊的 从这尖上来 近中夹 近夹尖 远夹尖 还有什么呀 远中夹 舌侧的方法 近中舌 远中舌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而反过头来 我们说 正常的两个舌钩之间 有一条什么呀 两个舌尖之间 有一条舌钩通过 外形高点的中三部地 没有背的 临面关的时候 我们说也成四边形 近中的夹侧角 叫舌侧 舌侧角 都为锐角 近远中的面 往往接触区 都在什么呀 合缘偏夹侧 因为下颗牙 到这个地方都是什么呀 还都有一定的什么呀 往回收的这种景象 上颗牙到远中的时候 什么呀 就到中三部之一的地方 这个作为了解性 临面靠的并不多 我们看重点 看看合面 合面我们刚才说了 正常从夹面也看了 舌面也看了 就没有看合面 但是牙尖我们心里有数了 夹侧几个尖三个 舌侧几个呀 只有两个 这就是它两个特殊性的差别 一共这么长 我们说下六几个尖 五个牙尖 所以再看合面 是我们心中做到有数 成这种长方形 所以我们一看它是长方形 所以最早的时候 我们说近远中径 大于什么呀 夹舌径 近远中径 大于夹舌径 而正常的刚才我们说 近远中径 还大于什么呀 合颈径 合颈径 夹圆长于这种舌园 为什么夹颈强于舌园 因为我们最早说了 跑道的问题 肯定夹侧要比舌侧怎么样 要大一点 近中园角直 远中园角短凸 有几个牙尖啊 五个牙尖 这是反复考的 近中夹尖 远中夹尖 还有远中尖 还有一个近中蛇 一个远中蛇 最小的牙尖是谁 远中尖最小 远中尖最小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图形 我们看夹侧的牙尖 短而圆 而舌侧的是长而锐 可见中央位有几个点细 我们注意点 我们把整个的牙 看它这个图这么画 也可以 这是一个什么呀 近夹尖 这是远夹尖 这是一个夹钩 这是什么呀 远夹钩 远夹钩 这是一个什么呀 舌钩 这是一个什么呀 中央钩 中央钩 中央钩它包括于什么呀 近中钩和什么呀 远中钩 这是中央的点细 近中钩 远中钩之间交替的点细叫什么呀 叫中央点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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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正常的靠近近中的点细 靠近远中的叫什么呀 叫远中点细 所以这个牙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 它正常的夹侧两个发跃钩 舌侧一个发跃钩 而中央的地方是什么呀 两条 一条近中钩 一条什么呀 远中钩 一共几条发跃钩 五条 所以你记住一点 一共它三个点细 一个中央点细 近中点细 远中点细 而几条发跃钩 五条发跃钩 包括夹侧的一个夹钩 一个远夹钩 还有一个舌钩 以及近中钩和什么呀 远中钩 这种图看到之后 我们仍然感觉不很大 我们重新画一个 大家感觉就来了 这是夹尖 请告诉我 哪边是近中夹 这边 这边远中夹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说 远中间的时候 是最什么呀 最小的 开始往下一画 我们看 正常这是什么呀 舌尖 舌侧比夹侧怎么样 小一点 我们注意一点 这是一个夹钩 这是一个远夹钩 这是一个舌钩 这是夹舌侧的发跃钩 而正常这块 中央点细 往近中这块 走叫什么呀 近中钩 往远中走叫什么呀 远中钩 点细 我们看 三条线构成的叫什么呀 一个点细 这是中央点细 这是什么呀 近中点细 这是什么呀 远中点细 远中点细 这就是我们该画的一个图 跟它画不了这么好 但是我们画出这样来 对我们考试来说 就足够用了 就已经完全足够用了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特点 这个要求大家 最起码应该反复性的看一看 反复性的看一看啊 我们看从牙根上来说 往往一般的我们说 牙根是扁而厚的双根 根杆比较短 牙根分叉部分成为根杆和根柱 往往近中根比远中根的大 一般我们说近中根多数什么呀 两根管 远中一个 所以近中会比远中大一点 根间偏向远中没有意义 远中根有时候分为这种 假使两个根 此行占22% 这个特殊一点 我们说下颗牙的时候 多数情况下可以是什么呀 两根 也可以后边是什么呀 成为三个根 这个往往什么呀 近中一个远中一个 这个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大方向上来说 你现在对下六的感觉就是 这是夹侧 几个尖啊 三个 近中远中远夹尖 蛇侧 近中蛇远中蛇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过了这两个东西之后 我们说从河面关的时候 有几个点细啊 三个点细 中央点细 近中点细 远中点细 几条发跃勾啊 五条 夹侧的两条 夹近中夹钩 远夹钩 舌侧发跃勾 河面有什么呀 有个近中钩 有一个什么呀 远中钩 这就是整个六的一个特点 我们注意在学六的时候 你注意点 它最核心的就是什么呀 有多少个发跃勾 有多少个点细 有多少个牙尖 这是它最主要考的点 这是它最主要考的点 我们看第六个 横牙的外形比较 横牙的外形比较中 我们说它逐渐的 把其他的一些横牙 慢慢的就逐渐领悟过去了 我们说讲了两个直角 一个是上和中切的什么呀 近中面是直角 再一个上三的什么呀 牙尖也可以成直角 最早蒙出的 我们看上和中切 跟侧切相比来说 我们说侧切只有一个特点 在讲正常牙体牙髓的时候 我们会讲侧切牙 有一个特殊性的病变 我们说发生病变叫什么呀 畸形什么呀 叫牙内线 畸形舌测窝 畸形舌测尖 畸形根面钩 以及什么呀 牙中牙 所谓的牙内线 牙内线证明了一点 我们说上和侧切牙的 蛇窝是深还是浅 深 所以考试过程中 我们说上和牙中 所有的牙中 蛇窝最深的是谁 上和侧切 这是唯一考试能考的东西 我们看它其他的特点 它的近中圆成锐角 远中圆更加的圆弧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我们自己照镜子说 侧切牙为什么近中是锐角 因为我们正常的人 一笑的时候有一个弧度 它的中切这块是直角 你自己这么画 往往正常到侧切这块 角度比较大的时候 肯定就是什么角 肯定就是一个锐角 而远中会更加的什么呀 圆弧形 这就是它的特点 所以叫近中是锐角 远中更加什么呀 成圆弧状 成圆弧状 这是它的特征性特点 我们看正常的蛇侧 蛇侧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蛇窝 蛇窝又窄又深 这是最窄最深的一个特点 而里面它近远中的接触区均在什么呀 切三分离 切三分离很明显的 我们在近中离切角近 而远中什么呀 远离切角 远离切角 它比中期牙离切角怎么样 还要远 因为它要形成什么东西 我们说的弧度 所以你理解性的东西 跟你背下来的东西 它不一样 听一遍之后 你说是这么理解的 你就会记住很多东西 我们看牙根细长而稍长 根长大于贯长 而刚才我们讲中期牙的时候 可以什么呀 一比一 甚至什么呀 牙贯比牙根还长 牙根往往位于近颈部的横端面 成这种软圆形 其他的圆三角形多 它是软圆形的 它的牙根也偏远中 所以在正常我们的拔牙过程中 我们上下侧切 可以是扭软力吗 可以 但是它如果折了的话 什么原因 因为它根间偏什么呀 偏远中 这是侧切牙的一个 侧切牙一个 它的特点在于什么呀 蛇窝是最深的 近中角什么呀 锐角 远中更加什么呀 圆顿 其实真正来说 你再画一个中切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中切的是直角 中切是一个直角 我们在这画一个中切 中切这边是顿角 这边是直角 中切的话 它才是直角 那边是顿角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特征性特点 我们看下颗中切牙 下颗中切牙也只记一个特点 上颗侧切牙 你就记住蛇窝最深的 近中锐角远中更加圆顿 这两个特点能记住就行了 下颗中切牙是 全口牙中最小的 全口牙中最小的 刚才我们还讲了一个特点 它是全口牙中 两个特例中的一个 叫一对一的 它只是跟上颗中切相对 跟其他牙不对 我们看牙罐的宽度 约为上颗中切牙的三分之二 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正常看一看片子 说近远中这种编辑什么呀 基本一样 所以它是正常在拔下牙以后 最难区分左右的一个 最难区分左右的一个 所以考试的时候 它跟你说 正常它很难以辨别左右的牙齿 是谁呀 就是下颗的什么呀 中切 下颗中切是很难辨别左右的 往往它的舌温和脊都不明显 近眼中的接触区 近靠近切角 因为下前牙区是什么呀 比较平直的地方 两面的三角形大小相等 正常的牙颈部的横断面 呈葫芦状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牙颈部 牙颈部我们一画成什么呀 这叫葫芦状 这叫葫芦状 就所谓的八字形 八字形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而我们说区分近远中的时候 只能靠一个近中钩和远中钩 我们说它在正常的跟面钩的时候 它的正常的远中钩 比近中的凹陷要什么呀 要深一点 有人说 哎呀我怎么这么有印象 刚才讲了一个这个 我们在讲上四的时候 也是远中钩会比近中钩深一点 你就记住一点 往往越靠近远中的凹陷 怎么样 会越深 远中的会越深一点 所以考试人家说 左右难以区分的牙是谁呀 下颗中切 区分的方法只能靠什么呀 远中钩比近中钩怎么样 深一点 它的牙根成什么形状 我们叫八字形 也叫什么呀 葫芦形 也叫葫芦形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我们看下颗的侧切牙 下颗侧切牙考试 迄今为止从来没考过 因为它没有特点 踏脚中切牙宽 切圆向远中倾斜 近中角锐角 远中圆顿 这跟上颗侧切是一样 因为它开始要逐渐形成什么呀 下颗的弧度 近中的鳞面大 接触区在近切角 远中什么呀 远离切角了 稍远离切角 它开始产生弧度了 正常的牙根形扁 叫中切牙稍长 根肩偏远中 没有任何特点 所以上颗下颗侧切 基本不好 下颗中切刚才两个特点 一个是近远中什么呀 像都成什么呀 直角 所以有人说 一共几个直角啊 三个 上颗中切牙的近中切角 是直角 上颗尖牙的成直角 再有就是下颗中切 它区分度在于牙根成葫芦状 哪边会更深一点 远中根面会更深一点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特点 我们看看第四个 下颗间牙 下颗间牙跟上颗间牙相比来说 我们说它俩很相似 但是上颗间牙会大一点 大一点 下颗间牙比上颗间牙薄 牙体显得什么呀 瘦着点细长 正常的唇面观近似是什么呀 近中圆长 基本与牙体长周平行 而特殊的一点 我们注意点 它的牙尖肯定偏什么状 偏近中 偏近中肯定就是什么呀 近中圆短 远中圆肯定是什么呀 肯定会长一点 远中圆肯定会长一点 而近中的牙尖肯 约占纯面的什么呀 三分之一 这是近中的牙尖肯 远中牙尖肯占什么呀 三分之二 它们俩形成的角度 就大于什么呀 九十度 因为它偏什么呀 偏近中 偏近中之后 我们说它这个角就会 比正常的九十度要什么呀 要大一点 发育钩也不如上颗间牙明显 不如上颗间牙明显 它的蛇周脊 往往一般的什么呀 不如上颗间牙明显 但是它仍然有什么呀 纯周脊 纯面有纯周脊 蛇面有什么呀 有蛇周脊 纯面关的时候 往往一般我们说 下颗间牙的根面 近中圆是直线相连续 临面去观察 灌根往往什么呀 成这种弧形相连 没有什么特殊性 我们看下颗间牙的牙根细长 抛面成这种扁圆形 也没有什么太大特点 我们注意一点 常规情况下 一般的我们说 侧切牙和下颗的这种间牙 都是成什么呀 成这种扁圆形 考试也不太考 你记住一点 下颗间牙的特点成什么呀 成钝角 而上颗间牙成什么呀 成直角 它的近中边级肯定短 占三分之一 远中能占到什么呀 三分之一 牙尖要偏哪边 偏近中 因为要偏近中 所以才是近中短 远中什么呀 会长一点 我们看上颗第二前摩牙 上颗第二前摩牙 我们说它的特点 主要跟谁来对比呀 跟上颗第一前摩牙 上颗第一前摩牙 有人回想说 我知道最起码有两个点 第一点夹尖偏什么呀 偏远中 第二点有一条钩 近中钩通过什么呀 近中编辑 我们说考试的过程中 上颗第二前摩牙 基本不考 考的时候 它只会说 如下关于第二前摩牙 和第一前摩牙的区别的事 我们注意 它与上颗第一前摩牙比较 有以下特点 第一个夹尖 往什么呀 正常的颈部 比第一前摩牙 稍微宽一点 夹尖圆顿 发一根不明显 正常的夹尖轴脊圆顿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特殊性 你就大概知道就行了 而正常一点 我们说 它的夹尖两个尖 金片什么呀 金片近中 这是核心性的点 再有我们说 它的近中面 没有什么呀 近中钩 所以它说来说去 它俩的区别点 还仍然是谁呀 仍然是上次的 上颗第一前摩牙的什么呀 它的特点 就是它的区别点 中央窝浅 中央窝短 近中两根点系 相对来说比较近 这都没有什么太大特殊性 上颗第二前摩牙 牙根多为扁圆形的单根 上颗第一前摩牙什么呀 有这种双根的比较多 根间圆顿 多不分叉 而上颗第一前摩牙什么呀 多有分叉 多有分叉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特点 所以第二前摩牙 没有什么背的 背的时候就跟第一前摩牙 做什么呀 做对比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方法 我们看下颗的第一前摩牙 下颗第一前摩牙是 所有的前摩牙中 体积最什么呀 最小的 它也是考试频率极其高的 我们说一共两个几 一个叫斜几的 已经讲完了上六 还有一个几是什么几啊 就所谓我们说的横几 横几就是建于下四中 下四是谁呀 下颗第一前摩牙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特点 特征性的特点 我们看颈部明显缩小 夹颈几 明显 外形高点位于颈三分之一 用背吗 不用背 舌侧位于正常的中三分之一 位于舌侧位于中三分之一 用背吗 不用背 我们看特殊一点 正常情况下 舌面它是比较短小了 舌面比较短小 我们从正常的 泥面关的时候 这脚大的一个夹尖和脚小的一个舌尖 舌尖往往只达到夹尖的什么呀 二分之一 所以它舌尖是特别短小的 特别短小的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近眼中的接触区经靠近 核原偏夹色 为什么偏夹色 我反复说啊 因为它要形成什么呀 弧度 形成弧度 后面的核面成什么呀 裸圆形 这是比较特殊 我们说上次的时候 核面成什么呀 六边形 而它的核面成什么呀 我们叫卵圆形 卵圆形的核面 因为它本身舌尖就是什么呀 特别小 根本没有形成这个尖 它只是形成一个卵圆形的 夹尖长大 而舌尖很小 两夹尖都偏什么呀 偏近中 不用背 因为所有的尖都偏近中 夹尖三角矩 舌尖三角矩 形成了一个横级 横级 这是一个考试 反复考的一个东西 这个大家必须要记住 人家问你说常规情况 斜级建于上流 而横级就建于什么呀 下四 下四包括两个级共同构成 一个叫夹尖三角级 一个叫舌尖三角级 夹尖舌尖三角级 形成特殊这个级 就叫什么呀 就是横级 就是一个横级的概念 往往将和面分为这种 往往说正常情况 由于它偏近中 偏近中的时候 大家看一看 它牙尖由于是偏近中 牙尖偏近中 肯定就是近中 这个窝是大还是小 肯定就小了 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当我近中一偏的时候 它挤压这个窝了 所以人家说 脚小的近中窝和脚大的什么呀 远中窝 这是它的两个特点 脚小的近中窝和脚大的什么呀 远中窝 这是它的特点 牙根往往成什么呀 这种扁平的单根 根肩部偏远中 没有什么背的 所以下颗第一前摩牙 你记住它一个特点 河面成什么呀 裸圆形 第二个特点 说河面有一个特殊的脊 叫什么脊啊 叫横脊 夹尖三角脊和舌尖三角脊 形成的叫横脊 横脊 说牙尖偏近中 所以导致两个窝 近中窝和远中窝 谁会小一点 肯定是什么呀 近中窝会小 因为它偏近中的时候 近中被挤压了之后 远中就会大一点 这是它的特点 我们看下颗第二前摩牙 下颗第二前摩牙 就是所谓的什么呀 下五 它也有几个特殊性的东西 我们说它牙灌成这种方圆形 其长度宽度 厚度基本上相等 它有两尖形和三尖形 所以在整个考试过程中 它说有三个牙尖的是谁 下五 下颗第二前摩牙 下颗第二前摩牙的特征性特点 就有三个牙尖 它往往正常夹面 颈部脚宽 夹周脊脚圆 正常舌侧与夹尖大小相等 两尖形则有一个舌尖 而三尖形则有几个舌尖 两个舌尖 两个舌尖 所以你知道一点说 在所有的牙中 有三个牙尖的是谁 就是下五 下五可以有什么呀 三个牙尖 可以有三个牙尖 正常的近中舌尖 大 远中舌尖比较小 两个尖之间 有一特殊的勾 叫舌勾 舌面往往什么呀 就叫夹面大 它是唯一一个舌面 叫夹面大的一个 一般都是舌面那么小 夹面会大一点 见眼中接触区 就是靠近合院偏夹侧 都是形成弧度的 所以当你想到 形成弧度的时候 你发现 只找个例 很少个例 只到上六七的地方 我们说上六远中这块 不偏夹侧 偏中间了 我们看正常的夹尖 和舌尖的高度相近 合面的发育钩 是第二个需要记的东西 所以你记的东西 只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 它可以有两个尖 有三个尖 第二个需要记的方向 就是它 合面的发育钩 可以有H型 U型和外型 我们注意点 外型发育钩 就是所谓 它形成了几个牙尖 三个牙尖 这就是外型发育钩 H型发育钩成什么呀 这种形态 U型是这种形态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你记住HU外型 他问你说 如下形成三个牙尖 是哪一型发育钩 外型发育钩 外型发育钩 这是它的大方向 所以反过头来 我们说 如果称H型的中间 有一个点长出来 很凸起的东西 我们就管它叫什么呀 畸形中央尖 所以下午也是一个 多灾多难的牙 今天缺失的比较多 再一个什么呀 畸形中央尖 也长在它这上面 它的合面形态什么呀 HU外型 HU外型 HU是两尖型 Y就变成什么呀 三尖型 三尖型哪边两个呀 舌侧两个 舌侧两个导致舌侧比夹尖怎么样 还要宽大 这是它的特点 我们看这个图形 这是一个夹面关 夹面关仍然什么呀 成为圆五边形 这就五边形 包括这个五边的形容 这是一个舌侧关 舌侧关 近中都是偏什么呀 近眼中都是偏什么呀 靠近合间偏甲侧 而正常的合面关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成H型 HU中央尖有一个小点凸出来 叫什么呀 畸形中央尖 而特殊一点 我们说还有其他两种形状 就是什么呀 或者呈U型 过程呢 从外形 从外形就变成几个尖了 就变成什么呀 三个尖形 变成三尖形 这是正常的 我们说下颌第二前摩牙的 一个特征性特点 它无非就是三个牙尖 HU外形的发血沟 这是你需要特殊背的 我们看第八个 上颌第二摩牙 上颌第二摩牙 我们说在整个的考试过程中 它的特征性的特点 无非就是什么呀 它体积小于第一摩牙 小于第一摩牙 有人说那第三摩牙 第三摩牙小于第二摩牙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 一个推向性的东西 往往第二摩牙 没有任何的特点 我们说它的特征性特点 它也有血脊 但是考试的时候 我们说只要考试问你说 有血脊的是谁 就是第一摩牙 第二摩牙是可以有 但是有血脊的只能是什么呀 第一摩牙 反过头来我们看一看 常规情况下 说近远中的宽度较窄 远中夹尖减小 近中夹尖的肘几 脚远中夹尖几 要突出一点 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可背的 你可以看一看 但是这个东西不需要 大家刻意性的非要背的 远中舌尖更小 近中舌尖占大部分内容 我们说唯一上和第二摩牙 需要背的东西 只有这么一个 背的什么呀 近中舌尖 近中舌尖更大 它站在河面面积更大 所以考试有道特殊性的题 他问你说 哪一颗牙的近中舌尖 站在河面面积最大 谁呀 我们叫谁呀 上和第二摩牙 而后面我们还会有一句话 叫做第三摩牙的时候 近中舌尖站的面积会更大 所以有8选8 没8选7 这就是近中舌尖站的面积 所以这个是大家 唯一特殊需要关注的东西 极少有第五牙尖 第五牙尖有的 我们只说是谁呀 上六 往往近中面大于远中面 往往和面的斜脊 不如第一摩牙明显 所以有人开始较真说 建造斜脊一定是六吗 不一定 但考试的时候什么呀 就是六的特点 牙根的数量 与第一摩牙相同 但有时候三根的分差度 什么呀 叫小 牙根都偏向什么呀 远中倾斜 少数融合成什么呀 两个根 因为正常的上期有什么呀 融合成一个大的夹根 和一个小小的什么呀 恶根 两个夹根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开开随着一桶呀 好通的 好通畅 好粗大的一个根管口 你觉得这就是个恶根 但是很大程度 然后你拍片子一看 夹根融合了 而你不再往夹侧找 找找不着 如果找着眼的话 就是穿了 只能往什么呢 往偶侧找 偶侧会有一个比较细一点的 是恶根 这个大方向 大家知道就行了 我们看下颗第二摩牙 上颗第二摩牙没有特点 你背来背去 你只背了一个东西 只背了一个什么东西呀 劲中舌尖面积怎么样 更大一点 而我们说下颗第二摩牙 它的特点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下颗第二摩牙就称为下七 它的河面成为一种方圆性 有的时候它就叫什么呀 正方形 偏近于正方形 这种改的叫方圆形 有四个牙尖 四条发一河 整个咬合面看上去像什么呀 田字形 所以考试过程中 只要告诉你说 像田字形的是谁呀 夹钩舌钩 近中钩远中钩 这就是谁呀 就是下七 没有这种远中间 少数有五间形 下颗第一摩牙相似 所以考试过程中 还有一种特殊性的类型 我们注意 现在它分的确实很细 它说有五个牙尖的 肯定是谁呀 下六 它说有四个或五个牙尖的是谁呀 下七 所以下七两个特点 第一个需要记住 河面成什么 田字形 第二个特点就是 可以有四个或五个牙尖 有五个牙尖是下六 有四个或五个的就是谁呀 下七 两根结平远中 根分差度小于第一摩牙 少数分为三根 所以这个不用背 你就记住 四个或五个牙尖的下七 而正常情况下 它说成田字形的也是谁呀 下七 只有这两个好点 第十个第三摩牙 上下第三摩牙 我们说体积位置 发生变异 相当来说 它们的变异度会比较大 再有这档植木 河面的这种发育钩 副钩 以及边际 都不明显 牙根长成长 融合性的单根 但临床中 牙根的树木和形态 变异都很大 所以一般的第三摩牙 我们不讲 只跟大家说 第三摩牙 如果上巴有的情况下 它的进中舌尖 占面积怎么样 会更大 占面积更大 我们说的是 占的河面的面积 而不是牙的面积 牙的面积是六大还是八大 肯定是六 会更大一点 这是它的一个 特征性的特点 整个总结起来 我们开始大概看一看 我们先总结一遍 后面还会有一个总结 还会有一个总结 我们说上和中期 从一开始说 上和中期 进中是直角 远中是顿角 而它特点 切圆有几个 切圆有几个 三个 而正常画一个中切的时候 我们说 它的 纯肘脊 切圆 切圆位置 位于牙体长周 是什么样 纯侧 牙根成什么形状 我们叫圆三角形 上和侧切没特点 进中是锐角 远中更加圆钝 第一个特殊性的特点 我们叫什么 蛇窝特别深 上三的话 我们一画 就成什么样 直角 这是它的点 纯侧有一个纯肘脊 舌侧有一个舌肘脊 牙尖有几个 几个面构成 四个面构成 有几个几构成 有四个几构成 有四个几构成 就直接的牙筋 而再往后推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说过了三周到四 四的两个核心性特点 我们上四 一个是夹尖偏什么中 偏远中 第二个特征性特点是什么 我们第二个特征性特点是什么 进中有一条什么 进中钩 上五没有特点 考试过程上五没有特点 上六有一条写几 我们上六一画的时候 都这么画 画这么画 画完之后 我们说这次就是进中 进中蛇 进中蛇是特别大的 进中蛇和远中夹形成的几 就是什么呀 斜几 它往往一般的什么呀 有一条夹钩 有一条蛇钩 这边叫什么呀 远中蛇钩 所以几条发一钩啊 三条发一钩 点细是进中点细 远中点细 远中窝 进中窝远中窝 这是上六 上七没有特点 只是什么呀 我们说进中蛇会更大一点 我们开始说下牙 下和中切的时候 叫进远中什么呀 长得一样 也是直角 但是它的远中勾跟面 成葫芦形 远中勾会什么呀 稍微深一点 侧切没有特点 下三的话特点 我们说它往往什么呀 进中边几三分之一 远中边几三分之二 所以常规情况下 它的牙尖偏什么呀 偏进中 我们说这个角成什么角 我们就叫钝角 叫钝角 到下四的情况下 我们一画的时候 就脚大的一个夹尖 脚小的一个什么呀 舌尖 脚大的夹尖 脚小的一个舌尖 它的舌尖 只占夹尖的什么呀 二分之一 只占夹尖的二分之一 反过头来 我们说特殊性的特点中 我们说下四中 有一个特殊的几 叫什么几呀 夹尖一个几 舌尖一个几 这两个几 我们说它形成叫什么呀 横几 上六叫斜几 下四就叫什么呀 叫横几 它的合面形态 成什么呀 我们叫卵圆形 卵圆形的形态 到下五的时候 我们说合面形态 成HUY 外形的就几个 牙尖啊 三尖形 三尖形 而到下六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 下六我们最起码 一画的过程中 说三个夹尖 两个舌尖 发一钩来说 近中夹 远中夹 舌钩 近中钩 远中钩 几个发一钩啊 五条发一钩 几个点细 中央点细 近中点细 远中点细 这就是下六的特点 这是下六的特点 下七往往一般 我们说 合面成什么呀 田子形 但是人家说 下七过程中 可以有六个尖 也可以有什么呀 可以有四个尖 也可以有什么呀 有五个尖 到下八的时候 上八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特征性的特点 所以相对来说 整个横牙的 所有的特点 我们先带着大家 再过一遍 过一遍之后 后面还有一个表格 我们会带着大家再看 对 再看 然后再看 这一遍之后 这一遍之后 一遍之后 一遍之后 下一遍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